中植联队新发投手蔡奇哲联合报记者于成汉摄影分享 中植联队今天与日植西军再度交手 仅靠着林明杰阳春炮攻下一分 营键缺关键一级 中场就以1比2输给日植西军 中植联队2局下靠着林明杰阳春炮先持得点 但随后在5局上2出局后 日植西军根本薰或4坏球保送上磊 并趁着中植联军换投 面对中继投手杨达翔 林木将平敲出二类安打 带有一分打点追成1比1平手 6局上中植联军第三任投手 正军仍控球失去准清 一出局后连续投出三个保纵 中植联军再度换投 但仍被日植西军山田遥风敲出 带有一分打点安打 中场中植联军就以1比2输球 中植联队先发投手蔡奇哲应有60颗球数限制 今天主投4 2局被敲出4只安打 投出一次4坏球保纵 失掉1分表现优异 不过蔡奇哲说 还需要加强 这次东盟目标控球进步 今天本来不想投4坏球的 但要下场前还是投了一个 今天给自己打刚好及格的60分 敲出阳川全雷打 攻下中植联队唯一1分的林明杰说 东盟之前教练跟我说可以打第4棒 但因为练球实习盖受伤就没办法 今天之前已经很久没比赛了 所以很兴奋 就很想把球打破 日直西军根本薰 又5局上到 上二磊中植联队王威晨 左处杀不及联合报记者于成汉摄影 分享